各位观众,心事台 今天在我旁边的是 杨阳医生,骨科专科医生 多谢杨医生,多谢 我们骨科一般理解 骨头从头到尾 头到尾到脚尾都有骨头 我们在骨科中,是否由头到尾都医治 还是可以再细分 如果我们在香港专科学院 骨科毕业,再考了专科试 就叫骨科专科医生 但随着时代进步 每一样学识都越来越深 亦相应每一位骨科医生 开始会特别有兴趣 或者可能社会的需要高低 而决定我们再专任何一个再细科 杨医生,我们可能是医骨科 我是骨科医生 但我专是做某部份的骨头 例如我做脚 或者我做再细分 例如头到尾的骨头 在这方面,我虽然全身的骨头都医治 不过因为兴趣或技术方面 特别做得多 或者做得专业 甚至做得好 或者多病人找你 就自然经验人多一些 就有兴趣在那些位置 都不顶 可以这样的 可以这样说 基本上骨科,我们主要是分脊椎 我们再分为肩膀、上肢、下肢 或者我们有创伤性骨科 或者有缓割性骨科 例如我来说 我比较专注在膝头哥对落 主要是脚或脚踝关节 这也是很专专 原来我们发现我们弄断 除了找骨科,一定要找医生看 之外,再找尊专科 原来再尊专一点 原来我是脚板底 或者脚板或者是膝头哥 就要再找到相关的 有兴趣方面做多一些的医生 医生,我想问一下 如果去到这么专专 我们今天说回特别的东西 再尊专一点 在脚,我们叫膝头哥以下 通常我们最常见的疾病 或者一些问题是什么 我们可能用一个位置性来分 通常前掌 我们通常是脚趾功 或者脚趾有问题 或者有时我们运动 现在走得多 或者在街上走会扭 很多时是脚踝关节的问题 如果算前掌 例如脚趾功我们很常见 可能大部分人有时 我脚趾间突然这段时间痛 或者我走得多痛 或者有些甚至乎是很肿胀 或者有一些我们见到 就是说着鞋针住 红了 脚趾功的问题 通常都有几类 常见的就是 男士、女士都有 不过女士多些 例如母子外翻 就是真的骨头和骨头之间变形 当然 凡事没有绝对 有些都可能是关节自己本身退化 有些再常见一点 就是说 可能有时人到中年 吃东西、健康 开始有少少没有年轻那么聪明 例如常见无端端会肿胀 肿胀好似我们通常看医 可能普通科医生就会说 应该痛风了 亦都是很常见的 母子的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q.a.a.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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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